一支茶杯能换北京好几道房 您信吗 你看连乾隆皇帝都是他的粉丝 这支物件的价值连成 老周问他的师弟 这个宝贝从何而来 他就开始直直乌起来 再从一座遥远的祖坟说起 话说一天前 老鱼知道这个位置之后 赶到了现场 老鱼正胜一计 他让老爸帮他找几个 烧砖的师傅来 他要开个专场 讲到一照 请所有村民吃大餐 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这行动就开始了 很快这个地道就挖通了 他赶到现场 把功能全部支开 自己看了满地的金银珠宝 嘟子都瞪直了 故事里面摆满了奇珍异宝和瓷器 现在他居然跪了下来 王老爷 得罪您了 您姓王 我也姓王 我今儿要不挖您 感谢您照样被人挖了 您多得不挖很 信信信 所以就靠着到来的金银珠宝 大转特转 唯独这个鸡钢杯 却一直没出手 这天就找到老周 开了个天价 以为老周会为难而退 没想到老周心里想 砸锅卖铁 我要把它卖下 猜猜花了多少银子